豆芽炒豆干,到底怎么炒,能豆干入味,豆芽又不下汤呢? 今天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把豆芽洗净 豆芽一定要控干水分,不然家里火小,炒的时候容易下汤 这个时间,我们把豆干切丝 再切点木耳丝,韭菜切段 自己家吃,切点肉丝,解解味 起锅烧油,先下入豆干 用中火把豆干炒香 像这样就行,盛出备用 不用刷锅,直接下肉丝 炒到肉丝变色 加葱姜,干辣椒,再来点花椒面 爆出香味以后,加入酱油 象征性的扒了五六下 倒入豆芽和木耳 加入白醋,开最大火爆炒 家里炒豆芽一定要注意 一锅不能下太多豆芽 不然火力不够,真的下汤 炒到豆芽断生,下入豆干 加盐和鸡精调味 大火炒到鸡精化开 加入韭菜,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的豆芽不会下汤 豆干还特别入味 老弟主意分享了200多道美食了 如果有哪道是你喜欢的 麻烦帮老弟点个双鸡 有不懂的给老弟发消息 老弟看到了,马上回复你 感谢支持